就在两岸演员合排的第一天,本场演出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悄然来到镇江,他就是在剧中饰演白娘子的台湾戏剧界天后级人物,号称歌仔戏无敌小声的孙翠凤。 孙翠凤是昨天凌晨赶到镇江的,因为10号在台湾还有表演任务,他只能抓紧这短暂的时间和我们当地的演员磨合排练。 昨天下午,一走进镇江影剧院排练现场,孙翠凤就贴心的为演员们送上了台湾当地的著名特产。 最好吃的牛肉干,猪肉干,都是台湾最顶级的,我们英国来的,在这里,大家有空,都可以来吃,来吃一下台湾的,欢迎你们一起来加入,我们两岸文化真正要交流,就是这支系。 结婚生女之后,以26岁的高龄开始学习歌仔戏,最终却成了台湾歌仔戏第一人,他的学生甚至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。 孙翠凤的故事扩具传奇色彩,而在《超选白蛇传》中,传奇小声孙翠凤又摇身一变成了妩媚的白娘子。 说到这次白娘子回娘家,孙翠凤显得异常兴奋。 对于这次《超选白蛇传》的演出,成为江苏台湾州的重要一环, 孙翠凤觉得,用文化推动两岸交流是最恰当,也是最自然的。 那我想,两岸已经分隔了这么多年,现在总算可以开始交流。 那也应该要密切地让两岸人民的文化、生活、习惯,各方面都要互相地了解。 能够更互相地了解,就能够更发现对方的优点。 孙翠凤说,即使在台湾,《超选白蛇传》也是明华园不轻易端出的盛宴。 除非一年一度端午节那晚,每年端午,除了本地戏迷,会蜂拥而至。 很多东南亚的戏迷甚至会打飞滴前来观看,每场观众都达十万人。 我们现在端午节除了包粽子、花龙粥以外,晚上一定要看到明华园的《超选白蛇传》。 那一天的端午节才是过一个圆满的节。 作为明华园一年等一次的压乡大戏,《超选白蛇传》每演一次都要让演员们辛苦到体力透支。 但因为这次是来到白娘子的家乡,所以孙翠凤学的绝对值得。 因为来镇江,不比去其他的地方,就像你们说的,我们这里有金山石,我们这里有镇江,长江来到这里就被镇住了。 所以我们就很渴望,在我的台子里面就真正出现了镇江,出现了金山石。 面对我们记者的镜头,孙翠凤还特别透露了一个小细节。 原来回娘家的白娘子这次要为我们留下一双镇江儿女。 告诉你们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好消息,我们的白娘娘跟许仙生下了小孩,我们要找一个镇江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表演。 那我们的许仙会讲米南话,跟着她的小孩,她的小孩是讲镇江话,你看多么有趣的互动。 关注超炫白蛇传,关注镇江的新闻频道,赞哦。